5月16日凌晨 WTT支线赛事维斯特切斯特战女单决赛 日本队小球手小颜瑶菜4比1击败了美国队张安夺得了冠军 其中第三局小颜瑶菜送出了11比0的比分 日本队本战比赛夺得了三个冠军 张安其实女单决赛对阵出炉之后 冠军就没有了悬念 美国队张安对阵日本队小球手小颜瑶菜 因为张安压根就不会打悬球上一战的比赛 小颜瑶菜刚刚4比0横扫了张安 小颜瑶菜本次比赛两人在决赛相遇 张安16比14拿下第一局 然而不会打悬球就是不会打 不可能离时抱活脚就学会了 随后比赛呈现了一边倒 小颜瑶菜连胜4局以4比1夺得了女单冠军 张安后面4局一共得了10分 其中第三局是0比11被剃了光头 沐上孙虎与田姓史维斯特切斯特战 日本队收获了第三冠 女双决赛 日本队森英手斜杠T尾明日香夺得冠军 男双决赛 两队日本组合之间对话 与田姓史沐上孙虎3比0夺得了冠军 这样日本队就以三冠结束了本战比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录